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从这一节开始,我们开始新一章的算法题讲解 这一章算法题讲解呢,在面试过程中至关重要 因为在任何一个大型的面试中呢 相关的算法题出现的概率达到90%以上 那么我们这一章要研究的算法题及相关技巧呢 就是排序与查找 那么这一章呢,我们仍然要把焦点集中在查找的相关技术上 计算机程序的本质呢 实际上它的功能都是用来对大规模的数据进行排序 然后在排好序的数据中进行某一种查找的 大家看现在使用各种Huddoop来处理的各种大数据 实际上本质上就是要以某一种巧妙的并行计算的方式 去对大规模的信息进行排序和整理而已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计算机程序本质上是对数据进行排序所言非虚 所以我们掌握良好的查找技巧 对我们去面临各种面试问题呢 算法面试呢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这个排序在应用程序开发中的重要性 面试官往往都会默认他的候选人呢 具备良好的编程能力 这种编程能力呢 那要能够快速的以简短的代码去给出责办查找的排序算法 那么当你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面试官心理就会确认你拥有着较为扎实的开发能力 那么二分查找呢 虽然说是一种编程技巧 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思考技巧 这种思考技巧运用在很多其他领域的时候 总能达到很好的一些创新结果 例如在数学领域的话 二分查找法呢 就可以用来证明危机分中的罗尔定理 所谓罗尔定理就是给定一个连续函数 那么如果说一个值处于这个两个 这个连续函数中两个值中间的时候 我们就能证明肯定存在一个点 使得这个函数在这个点上的值 等于所给定的值 当然这个是一个题外话了 另外呢 二分查找法呢 非常有利于去调试一些比较困难的bug 那么对于那些经验比较老到的高手程序员呢 他在调试这种很难查找的bug的时候 都是使用二分查找法的 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我先注释掉一半的代码 然后把代码运行起来看 程序出不出错 如果不出错的话 那表明代码的错误出现在被注释的那一半 然后我们在那一半代码中去查找就可以了 如果出错了 那表明出问题的代码在没有被注释的剩下这一半的代码中 然后把这个排查的范围缩小到剩下一半的代码 那么经过反复这样子折半查找的话 很快就能够定位到bug的所在位置 我们看一看二分查找法的基本思路 二分查找法的基本思路就是 给定一个排好序的数组 然后给定另外一个元素 另外一个值 然后让你在这个排好序的数组中判断 是否包含一个 是否在这个排好序的元素中 包含这个给定的值 那么二分查找的办法就是 对于这个给定的值 我们在数组中先看中间的元素 是否等于这个给定的值 如果不等的话 那么如果中间这个元素的值 小于给定的值的话 那么这个数组要包含这个 要查找的元素的话 那么这个元素只能落在 中间数组右半边这一部分的元素中 如果给定的数值小于中间的这个值的话 那么整个数组要包含这一个给定值的话 这个给定值必然落到这个数组中间元素 左边的元素集合中 那么按照这种方法 每一次查找的时候都把查找的范围缩小一半 那么很快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范围缩小到一个元素 最后确定整个数组是否包含给定元素 这样的结论 那么二分查找法呢 经常在面试中被面试官用来考核 候选人的编程的功底 那么有意思的是呢 在这个编程足迹的作者呢 叫John Beatley 他在这本书中做个统计啊 如果让专业的人员去开发一个二分查找法的代码实现 并给这个专业的工程师余充分的时间 那么做下来的话 仍然有90%以上的这个专业的开发工程师 无法写出正确的二分查找的代码 同时呢 也根据调查 在美国出版的20多种算法 讲算法的书中 其中只有5本 也就5种这样的书 对二分查找的代码实现是正确的 剩下的十几种 对二分查找的这个算法实现 都是有问题的 这主要是因为要编写二分查找法的算法呢 你需要考虑很多边界条件 比如说数组中的元 数组是空的 里面没有元素 或者说数组中只有一个元素的时候 你怎么办 等等 这些边界条件一旦考虑不清楚的话 就容易在代码中出现错误 那么有一个讽刺意味的是呢 在编程足迹这本书中 其中第四章专门讲的是如何编写正确的代码 在这一章中 作者用代码实现了一个二分查找法 然后用这一段代码来教育读者如何去写出正确的代码 但很搞笑的是 他用来显示如何编写正确代码的这一段实现二分查找法的程序呢 实际上是有bug的 而且这个bug呢 在书中存在了二十多年 也就是说从这本书出版开始 往后算二十多年 很多人都没有查找到这段代码问题出在哪里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显示 显示一下这段代码中这个bug出现在哪 这里呢 是我从网上下载的一个编程足迹的电子版 我们看一下大家翻到第四章编写正确的程序的时候 在这里面他给出了一段实现这个二分查找法的算法 在下面在这里面 OK 往下走 大家看在第34页的时候 应该是在下一页 大家看在第34页的时候 在这里面给出了一段二分查找法的算法 那么这段维码呢 实际上是有bug的 那么大家看你能查到这段bug在哪了 那么如果说他二十多年没有被人查找到的话 那么由我们自己来看肯定也是查 基本上来说大概率的条件下也是找不到的 我也是看其他的资料才知道 他这里这里这个bug呢 隐藏了二十多年 那么这段维码实现二分查找法 它的bug出现在哪呢 出现在这一句 大家看出现在这一句 也就是L加U除以2的复制给M这一句 因为这一句会造成这个计算溢出 假设这段代码是运行在32位的机器上 那么一个整形最大值只能用32个比特位来表示 如果这个值超过32个比特位的话 那么超出的这些比特位呢 就会在计算机中就会被抛弃掉 所得到的值就不准确 所以当这里面像两个整形相加的时候 L和U相加的时候 如果L和U的值都很大 两者相加所得到的结果 超出了32个比特位所能表示的范围 那么就会导致计算溢出 那么L加U的结果呢 由于整个计算机只能表示32位的整形 那么如果它的核超出了32位之后呢 那么超出了32位的比特位就会被丢弃掉 于是产生计算溢出 计算溢出得到的结果肯定是比实际这个理论上的结果要小的 那么这样的话 当这个L和U这两个整形值很大贴近32位的时候 它们的核会大于32位 最后一加得到的值 由于这个计算溢出会导致这个结果小于一期结果 最后除以2得到的值 只得到这个M值呢 就不可能是这个L和U的这个中间值 所以这里这是个bug 这个计算溢出的bug呢 在整个这个这本著作里面呢 存在了20多年 始终没有人发现 后来是其他人发现 然后我看到资料才知道的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二分查找法的准确实现 如果使用Java的话 我们看一下Java是如何去实现这个二分查找法的 那么大家拿到代码中的时候呢 会看到这里面有一段对二分查找的实现 那么给定的这一个输入A是一个排尔序的整形数组 B呢 是这个数组要查找的起始元数位置 E呢 是这个要查找范围的结束位置 T呢 是要查找的值 在这个数组A 从起点B结束E的这部分呢 去查找看有没有包含这个T的值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用这个L指向这个开始 U指向E 然后先找他们的这个中间值 我们用这个办法呢 去逃去规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个编程足迹中 所出现的这个计算溢出的bug 其中这么做呢 在某种情况下是也会有问题的 只不过这种出问题的情况很罕见 所以我们就暂时采用这个办法 OK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计算这一部分元素 B和E中的这个中间这个元素 如果中间这个元素等于这个值的话 我们就找到了 确认这个数组中包含给定的值 直接返回这个值的下标 如果中间这个元素小于这个T给定的值的话 那么如果整个数组要包含这个T的话 只能在这个M加E后面 开始所在的部分元素 如果这个值中间值大于T的话 那么这个A要包含 在这个范围之内要包含这个数值T的话 那么它只能在这个M-1 B和M-1这一部分元素呢 也就是这个中间元素的前半部分里面去查找 才有可能查找到包含这个T的元素 所以这种每一次查找的时候呢 我们搜索的范围都会减一半 这就是二分查找法的效率所在 由于每一次的这个问题范围都能减半 所以几次下来整个这个问题的范围就能够说得很小 好 基于这个二分查找法呢 我们一会看一下 我们一会看一下这个相关的两道算法题 OK 我们看一下第一道算法题 第一道算法题是这样的 给定一个已经排好序的整形数组A 以及一个数值K 那么返回K在数组A中出现的 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如果K不在这个数组中的话 你要返回-1 那么这个数组呢 是可以包含这个重复元素的 在遇到重复元素的时候 我们要返回第一个出现它的位置 例如我们给定的一个数组是这样子 那么给定的K值是285的话 我们要返回285在数组中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那么就是这一个元素 也就是它的下标是0123456 也就是要法不是6 好 那么如何使用这个二分查找法 去实现这个功能呢 大家可以想想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算法是这样的 首先呢 通过二分查找法 首先能找到这个285出现的位置 假设第一次二分查找法 我们找到285出现的位置是7 对吧 那么如果这个第七个位置呢 这个285不是第一次出现的话 那么在285前面的元素呢 就必然还要包含这个值 所以我们只要在在前面这一部分 去通过二分查找法 去再查找前面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包含给定的这个值就可以了 因为前面这一部分 仍然是保持有这个排序特性的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在前面这一部分 去查找有没有再出现285 显然我们在选中了这一部分 再使用二分查找法去查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查找 在第六下标为六的位置又出现一个285 那么找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确定他就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呢 还不能 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前面的这一部分 再通过这个二分查找法去查找有没有再次出现这个285 如果再次出现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前面的一个285这个数值 如果前面的这部分不再出现的话 不能再找到285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上一次找到的这个285所在的下标呢 就是他在数据中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所以第一次假设我们找到的这个285 是在第七个位置 然后我们在前六个元素中再使用二分查找法找到第六个元素是285 接着在前五个元素中再次使用二分查找法去查找 这时候已经找不到这个285这个元素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能确定285第一次在数组中出现的位置是在下标六 OK我们看一下具体的算法实现 具体的算法实现在这里面 大家看在这里面 首先呢给定这个给定的数组 然后在这个T呢给定要查找的这个元素值 首先第一次我们先拿二分查找 在这整个数组中去查找这个K 这个T值在数组中出现的下标位置 找到了之后我们再把下标位置前面的这一部分 大家看前面的这一部分 再次使用二分查找法去查找 如果查找到的话 我们要继续再次递归去再次循环 再在前面的部分去查找 一直通过这个二分查找法找到 再也找不到给定元素为止 这样的话我们最后一次得到的这个元素所在的下标呢 就是它在整个数组中最先出现的下标 OK我们看一下整个算法的这个调试的过程 OK第一次过来之后 首先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在二分查找下 查找整个这个数组中元素 大家看 那么数组的元素是这样的 那么中间元素呢 我们看一下中间元素是多少 查找的这个中间元素m是4 我们看一下中间元素是01234 4是108 108的话比给定的值285要小 所以整个数组 我们要在这个108后面的这一部分选中的元素里面去查找 OK我们再往里面走 OK大家看走到后面这一部分 然后下次来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他得到的这个位置是7 好 7的话大家看一下 7的话正好是一个285 这时候我们就找到通过二分查找法找到了285在数组中的位置 OK大家看正好找到了这个位置 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走到下一步 那么这时候我们找到的第七个元素285 是285在给定元素在数组中的一个位置 但我们并不确保他是不是第一次就出现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找到的位置中的前部分数组元素中 再次使用二分查找法去查找给定元素是否存在 所以就进来在这里面再次使用这个二分查找法去查找 OK我们在这里面就不设置这个段点了 再次使用这个二分查找不是查找 然后查找之后的话 如果这个值不等于负一 并且比上一个数小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更早位置的出现给定元素位置的下标 OK这个K就变成了6 给定6之后我们不知道6前面还有没有元素是包含285的 所以我们在0和6减1之间去查找 OK我们在0和6一减1去查 这时候我们二分查找之后找不到给定的元素 那么我们就出来 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印出这个285第一次出现所在 的这个数组中下标的位置就是6 那么通过这里面的观察呢 通过这里面的观察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OK这就是我们对这道算法题的实现 那么这道算法题的实现呢 它的复杂度是这样的 二分查找的时候呢 每一次我们都要把这个问题的这个范围减半 所以含有n个元素的数组呢 它的这个复杂度是logn 含有n个元素 它的复杂度是logn 每一次折半是logn 所以含有n个元素的数组呢 它能够折半的次数是logn 那么每一次折半之后 要在剩余的半组元素里面 半部分元素里面 一个个去查询 所以这期查询的算法复杂度是on 那么总共的算法复杂度是n乘以logn OK这是第一道算法题 关于二分查找法的运用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更难一点的 有关二分查找法的变种算法题 那么是这样的 给定一个绝对值排序的数组 所谓绝对值排序的数组就是 这个数组中含有是负的元素 那么它的排序是根据这些元素的绝对值来排序的 大家看下面这一段元素 在这里面负的147虽然比103小 但它却排在这个103的后面 按照正续来排列 主要是因为这个负的147呢 比这个103这个值要大 它的绝对值比103的绝对值要大 所以在绝对值排序的情况下呢 负的147呢就比103要大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给定一个 绝对值排序的数组 其中包含一些负数 那么给定一个这样的数组之后 我们给定一个数值K 要求你判断在这个数组中 是否包含两个元素 它们之和呢能够等于K 假定我们给定的数值是167 那么在给定的这个绝对值排序的数组中呢 有两个元素它们之和是能够等于167的 分别是第三个元素负的147和第七个元素314 它两者之和呢正好等于是167的 要求你给定算法找出这个元素中 两个元素之和等于这个给定数值K的 这两个元素的下标 比如说我们现在找到了三和七 我们就返回下标三和七的一个配对 如果数组中不存在这样的元素的话 你就要直接返回负一和负一 OK这道题呢稍微有点难度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我们先看一下假设这个数组不是绝对只排序好的 而是这个元素组是排序好的 并且里面的元素都是这个正整数 假设给定的数组是123456789 那么我给定的值是14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办法使用二分查找法 去判断里面的元素 任意拿两个元素相加能够等于14呢 那么大家看一下 任意两个值相加等于14呢 那么它的做法是这样 首先拿到数组元素的第一个元素1 然后用14减1得到13 接着在剩下的这个1后面的元素中查找 通过二分查找看有没有包含13这个元素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取出数值2 然后呢在后二后面的元素中去查找 看有没有元素得到的值是14减2得12 如果没有的话再拿出第三个值3 用14减3得11 在剩余的部分中去查找 有没有含有元素得到的值是14减3等于11的 那么按照这个循环辨定下去 大家可以发现当查找到5的时候 在剩下的元素中我们可以查到元素9 使得这个9的值等于14减5 于是呢我们就得到这个5和9这两个元素呢 它的和呢是可以加起来等于14的 OK这就是我们这个当整个数组都是正整数的时候 这个数组排好序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用二分查找法来查找 是否包含给定了两个元素 它们之和等于14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绝对值排序 含有负数的这样的数组 我们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这个数组转变成一个 这个全都是含有正整数的这样一个排序数组就可以了 按照这个绝对值排序数组的这个条件呢 我们最后一个元素它的值呢 它的绝对值肯定是比所有元素的绝对值都要大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拿最后一个元素的绝对值呢 全部加上每一个元素 这样的话我们得到的数组呢 就是一个正的数组 那么把它全部加上了之后 比如说把这个负的422 它的绝对值是422 那么全部加上它所有的元素之后 我们得到这个元素仍然是排好序的 但都是含有正整数的数组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两处理后的数组 假设两个值相加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处理后的两个值 两个值 两个值 假设那么处理后的这个值 第一个值处理后是负的49 加上422 加上422 那么第二个值呢 是75 加上422 那么处理完之后呢 呃 原来两个数组元素的值相加的话 那么在新数组之下 原来这两个数相加的话 它们的值呢 就是得到的结果是422的两倍 我说原来负的49 负的49 加上75的值 75的值 在变换之后呢 在这个变换之后呢 要加上两倍的这个422 对吧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只要转换一下 当我们求这个值K的时候 原来是167 那么我们只要在这个正处理后的数组中 查找 看这个数组有没有包含167 加上两倍的422 这个值呢 是否包含这个值 就可以 就可以给出原来数值的减了 假设在处理后的这个元素中 包含两个元素的值 它的核正好等于167 加上两倍的422 那么这个两个元素所在的位置呢 原来的 对应原来元素的值呢 它们这核肯定就等于167 对吧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做了一个小技巧 把所有的元素都加上422 就最后一个元素的绝对值之后 把整个元素里面的 含有负元素的值呢 全部变成正数 处理完了之后呢 整个数组就只含有正正数 含有正正数之后 我们把这个要查找的这个k呢 也加上两倍的这个422 也就是加上两倍的 最后一个元素的绝对值 那么然后按照这里这个方法呢 在新的元素中去查找 通过二份查找 看有没有这个绝对值 有没有两个元素的值 是等于这个k加上2m的 因为我们假设最后一个元素的绝对值是m 所以当处理后的这个数组呢 我们去查找它有没有包含 两个元素之和等于k加上2m的 如果找到的话 那么这个两个元素 它的下标在元素组中对应的元素 元素之和呢 就肯定等于k ok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算法的思路 那么这里面的话 我们给出相应的算法也如下 那看在这里面 我们给定一个这样的算法 首先给定一个绝对值排序的数组 然后给定这个要查找的值是167 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让每一个元素呢 先让这个要查找的值呢 加上两倍的最后一个元素的绝对值 然后在循环中呢 也加上两倍的 把每一个元素也加上最后一个元素绝对值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讲解的算法呢 在这里面 先用这个处理后的这个t值呢 减掉这个每一个元素 然后再用二分查找法看 剩下的元素中是否包含 其他一个元素等于这个差值的 如果是的话 那么这两个元素所对应的下标呢 就是符合原来这个数组要求的两个元素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代码实现 代码的这个边写 好 我们进入到这里面 OK 进入到这里面了 然后给定一个这个绝对值排序的数组之后 我们先把这个要查找的这167呢 加上这个末尾这个值绝对值的两倍 然后让每一个元素呢 都加上末尾这个绝对值的两个绝对值 这样的话 整个元素呢 就变成了只含有正整数的排好序的数组 OK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一步呢 使用的是我们刚才在这里面说到的算法 在这里面说到了算法 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减掉第一个元素 然后看有没有 然后用折瓣查找法 在剩下的这个数组中 看有没有剩余的部分 有没有元素包含这个差值 大家看这个差值是第一没有 然后再找第二个 然后再找的 再找第二个拿出第二个元素 计算这个差值 然后在第二个元素后面的所有元素中 看是否包含这个 看剩下的元素是否包含这个差值 OK 第二个元没有 然后拿出第三个 拿出第三个之后算差值 在第三个元素后面部分的元素集合中 看有没有 使用二分查找法 看有没有这个元素包含了这个差值 大家看一下 这个值是二 OK 这个第二个也没有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 然后取出下标为三的元素 然后算它的差值 然后在三后面的元素集合中 使用二分查找法去查找 有没有三后面的下标为三以后的元素 有没有包含这个差值的 我们看看结果 OK 我们得到了一个不是负一的值 也就是七 那么也就是说第三个 下标为三的这个值 和这个下标为七的这个值合起来 等于我们现在更改后的这一个新的值 那么这两个值之合呢 也等价于元问题所要查找的两个元素 大家看一下 第三个负的一百四之七和 第七个下标为七的这个元素三百一十四 他们之合加起来正好就是一百六十七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这两个元素的组合 一个是三 大家看一个是三 一个是七 OK 那么这两个元素之合呢 一百负的147和314之合呢 正好是我们要查找 他们之合正好是一百六十七 这样的话我们就找到了满足条件的这两个数的下标 OK 那么这个算法就结束了 那么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呢 也是O的N乘以logN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那么二分查找法的实现呢 大家一定要紧好 一定要扎实的掌握 因为在这个面试过程中呢 出现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那么掌握良好的这个二分查找法的代码实现呢 能够给面试官展示出你扎实的这个编程技巧 扎实的这个代码 编写代码的功底 这样的话通过面试的几率就很大了 那么有很多人在这个实现这个二分查找的时候呢 不是很注意处理一些边界条件 那么这里面呢就一定要注意 这些边界条件一定要注意处理 比如说数组中没有元素 或者数组只有一个元素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 在计算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下标的计算 不要产生这个溢出 或者说是产生这个数组的定位溢出等等 那么二分查找的算法实现呢 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 那么很多这个专业的变成大牛呢 或者说支撑工程师在写这个二分查找法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都会出现很多错误 所以我们自己在实现的时候呢 一定要万分小心 OK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来到科迷迪士尼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 以便及时的得到最新的相关资料 好谢谢大家来到科迷迪士尼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